很以为摸金是萤火突击的机槽 何局变打击是萤火突击的上限 可谁能想到这游戏的策划天生反骨 人家研究摸金 他研究摸人 咱们个事儿 萤火突击9月6号会上线SS2赛季 新赛季总得整点骚活吧 可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整活的上限在哪里 新版本有个特殊玩法 捆绑 低落 鞭筹 不好意思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人家这玩法叫俘虏玩法 你记到敌人后可以把敌人的手给绑起来 谁正脑洞打开的是 俘虏竟然可以飞到撤离点撤离 然后把他关押到自己的避难所 俘虏的物资统统归你所有 至于俘虏关起来以后还能做什么 嘿嘿嘿嘿 你们自己脑补吧 反正金你摸了 人你也摸了 你说说这杀人猪心羞耻感浪漫的玩法 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吗 包括有两个特殊人物 我劝你别绑 因为单身狗我怕你把持不住 有女朋友的我怕你挨大嘴巴子闹分手 他们就是新boss双子杀手 穿着旗袍的性感姐妹花 看似人出无害 实则无限杀鸡 你绑架别人是扛在肩膀上 唯独这姐妹花你是公主抱 重点是这视角这姿势 可谁谁谁谁说的了呀 双子姐妹花一个都不能少 两个我都妈 都抱 把抱回家 连人带金我都要 哎呀策划呀策划 你咋就这么懂我呢 不仅如此 各类战术道具也是越玩越花 前有无人机电子脉虫 帮你侦测敌人大打信息战 后有新赛季即将推出的气象武器 直接可以改变局内天气 使用道具后 从天而降四枚信标火箭 刚才还得清空万里 瞬间就变成了电闪雷鸣下雨天 特斯拉看到这场面 直呼 还是你们会人活 保活当上 9月6号闹钟我是定好了 再现等一个好兄弟 和我捆绑play